抢震来袭 房屋硬身倒塌 走救人员只能不断在瓦力堆中 招勋幸存者下落 2016年高雄美农地震 瑞士规模6.5 虽然低于这次台东的6.8地震 仍造成上百人伤亡 台湾的西南部 台湾的西南部 它本身不会到规模7的地震 因为它断层没有那么长 但是西南部是在 整个就在平原区 就在人口密集区 所以它就算一个规模6.5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美农地震 它就会有比较大的冲击 相较于东部地区 位于台湾西南部的迦南平原 地形平坦 人口稠密 一旦发生强震 造成的损伤恐怕更大 因此包括气象局及学界 都点名迦南地区 很可能会是 下一个强震的发生区域 将会是地震监测的重中之重 从过去三四百年 台湾的地震活动 次数最多的就在嘉义台南 还有彰化这个地区 这个代表说 这些区域 它的发生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除了煤山地震之外 台南的六甲 出口这些区域 这些区域其实过去一两百年 其实都没有比较大的地震 翻开历史记录 从1900年以来 造成严重伤亡的台湾前十大地震中 包含煤山 嘉义中浦 新化及白河大地震 光是西南部地区就占了半数 而且看看年份 几乎是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 早期的学者会认为说 三十年可能是 这个嘉乃地区 就是会有材费性的地震 那以目前的学者这样的评估的话 在嘉乃地区的确有几条的这个构造 是地震发生的这个浅势是比较高一点 嘉乃的问题就是 虽然一条段只是在百年 可是有好多条好多条 所以他的才会说三十年左右 从台湾的断层带分布可以发现 在嘉乃地区布满了一条又一条 呈现不同走向 短小又破碎的断层 根据台湾地震模型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 未来五十年 台湾发生地震规模大于六点五的几率 达百分之九十九 规模大于七点零的也超过百分之五十 其中木基辽六甲断层与中洲构造就位在加南地区 出现六点九强震几率也超过三成 而中正大学研究团队更侦测到 这个地区出现频繁的地震活动 图上密密麻麻的黑点代表发震次数 看得出越靠近陆山带地震活动越明显 这次中正大学研究团队耗费两年时间在云加地区 前后两次共计埋设250多个地震站测得的结果 在这两次三到六个月的观测期内 共测得七千多个围阵 在云加地区就发生超过四千次 他们大多集中在一条隐藏在嘉南平原之下 向西倾斜的地震带上 而这条特殊的地震带 也与以往熟知的断层走向有所差异 过去都是这样 这也是逆冲 这也是逆冲 可是它往西逆冲 这个相对的 它相对位移是往东 所以大概就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新的一个解释 然后这边就是 这就是我们说 我们看到的断层可能是从底下 这个上面发育出来的 而不是以前人讲的 是从这个上面发育出来的 根据观测 这条盲断层深度可以达到15公里 比想象中还要深 而深度越深 破裂面积可能越大 造成的威胁也相对较高 就像这一次918强震阵员 被认为是中央山脉底下的构造一样 能量累积多时一次爆发 学者表示 这条盲断层会不会造成严重强震 一切还是未知数 但相较于外界聚焦 下个强震可能会发生在西南部 有专家提出不同看法 菲律宾板块还每一年 向西北方向去挤压 有8公分 移动8公分的速度 持续挤压 所以它的能量的累积 是远比我们台湾西部要快的很多 我认为其实台湾地区 最容易下一个地震 比较大的 最最可能还是可能发生是在 在东部 无论西南部会不会是下一个强震地点 民众都该防范未然 尤其加南地区 有超过50% 30年以上的唯老建筑 政府民众能否以史为鉴 提高工程房屋的耐震度 才能在灾害来临前 把损失降到最低